他就是一个人 who doesn't take easy letter compliments 他很简单地是我的强力 在这些年代的力量 默默在女王背后守护73年的男人 大家所不知道的菲利普亲王 英国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 于上周已99岁高龄卧室 这位总是站在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背后的男人曾说 我此生最重要的事就是支持女王 她是女王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并相互扶持73年 只说她在过世前曾告诉儿子查理斯王子说 等我走后你要照顾女王 而菲利普亲王的过世 恐怕是曾经从无数次危险挺过的伊丽莎白二世 最难以承受的痛 女王13岁时就对她一见钟情 1934年 当13岁的伊丽莎白二世 与父亲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及妹妹 一同参观英国皇家海军时 当时18岁正在服役的菲利普亲王 正是负责护送他们的人 伊丽莎白二世对她一见钟情 后来开始互相通信 并展开长达八年的爱情长跑 她为女王放弃皇位继承 拥有丹麦以及希腊皇室 协同的菲利普亲王 六年时因为政治因素 只加被流放到法国与德国 后来在英国成长就学 当1947年 与伊丽莎白二世订婚前 她正式放弃希腊和丹麦的头衔 以及王位继承权 并宣誓效忠女王 成为她背后的男人 默默守护与支持女王 长达七十多年 她是二战时的英雄 1943年第二次大战期间 她担任英国皇家海军 华莱士号的二把手 由于她以烟雾浮同发射木筏的计划 成功地分散了敌军夜间轰炸机的注意力 因此成功拯救自己的舰艇 1944年 她转掉英国太平洋舰队 第二时期驱逐舰船队中服役 当日本战败签订投降协议时 她当时正在东京湾附近服役 她是位体育舰匠也很爱煮菜 非常热衷于板球 马术 赛马 赛车 帆船等体育活动 而且也会驾驶游艇与私人飞机 直到97岁还喜欢自己开车 后来因车祸而自动放弃驾照 因而引发英国高龄驾驶的争议 此外她很爱下厨 而且厨艺高超 常常留到皇家厨房做菜给大家吃 她嘲讽时的幽默让许多人为她捏把冷汗 即使身在薄瘦的英国皇室 菲利普亲王依然没有失去幽默感 但有时她的笑话太过直接而成为媒体的剑靶 也让白金汉宫以及外交人员感到头痛 常常必须把她的笑话洗白 英国小报甚至出过一本 菲利普亲王小话集 把她在公开场合开过的玩笑集结在一起 她听到马丹娜演唱 007谁与真风的主题曲时 曾问说 我可以戴耳塞吗 1986年访问中国时 她对着一位英国留学生说 你在这里待久了 会变成眯眯眼 自1952年起 就担任英国王室公职的菲利普亲王 直到95岁 才宣布于立行的王室职责中退休 长达65年的王室公职生涯 她非常热衷于慈善 并长期关注环保 工业 体育与教育等议题 她同时还是780个社会组织的赞助人 相较于孙子哈利与孙媳妇梅根 因为追求个人理想与自由 而急于脱鹰的行为 以及在媒体上对皇室爆料的行为 不但落差很大 且相当讽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